陳祭堂後人屢存不和 三子陳樹煥就曾經因爸爸墓地的問題 牽起家族爭拗 話說陳祭堂安葬於生前已選定的台北丹鳳山 但因台北市政府要收回墓地起公路 陳樹煥竟然私底下代表陳家 在98、99年間與政府達成協議簽份 並獲賠償千多萬美元 一隻長居美國 在植谷創辦斯立大學的六子陳樹柏 因爸爸三份被挖 在美國登報與三哥脫離關係 指樹煥連爸爸那份刀挖 品德好測 此後二人篩成水火 而曾任西環百南小學校長的四子陳樹中 由留校遺書表示百病前身厭世 01年在文華酒店21樓跳樓身亡 但有親戚爆料指他拋棄員配後 被三十多歲的紅顏知己 騙了幾千萬 但受打擊先會自殺 陳濟堂後人兄弟不和 兩人死於非命 有族人認為是因為祖先軍閥出身 淚氣太重所以對後人不利 你爆料我課金 爆上五百 爆片一千 爆料內容一經獨家採用 單日總點擊成為全星期最高 再獎一萬 全月最高再多三萬 你爆料我課金 有料爆 立刻傳來一週刊爆料熱線 95572778 一仔幫你踢爆